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家境不富裕 兄弟姐妹多 因为接触到了三弦后 使我进入到了神奇的音乐世界 也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的多彩 三弦可以说像我的一个孩子 在我心里你放不下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个超级热爱音乐的老师 他在学校乐队办得特别好 然后老师有一天 他从教室的角落里 拿出了一把很久没有用的三弦 让我尝试弹了一下 我一弹以后老师觉得蛮像点意思的 于是我与三弦就结下了 不解之缘 至今已经有44年的时间了 风雨铁马这首曲子是白凤岩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叶 创作的 那么这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他以三弦所特有的音色表象和计法语言描写了清末明初古都北京城的宏伟壮观 也抒发了对北京古城的浓厚的情感 风雨就是寓意着北京历史的沧桑 而铁马呢是北京古建筑屋檐下所挂着的大大小小的铃铛 在风雨当中互相碰撞所发出的那个奇妙的身形 他忽明忽暗 忽远忽近 首尾忽硬 众音的不断变换 摇曳不定 透视着北京古城的壮观和树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触这首曲子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这首曲子内涵比较深刻 所以上大学比较容易掌握的 那么我当时学的时候 记得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些音响资料 让我揣摩里边的技法 那么也跟我讲了一些北京城的故事 我就此为了这首曲子 我还巡视了北京城的古建筑下 是不是还有旧日的铁马 这首曲子的画面感非常强 也非常形象 思维非常到位 我想演奏这首曲子 如果你对北京有厚重的感情的话 一定能够弹出你心中想要的东西 这首曲子 无论在何时 无论在何地演奏 我都有一个强烈的气场 就是对北京古都的那种追忆感 我也希望通过这首质朴的旋律音调 带给观众视觉和听觉合一的艺术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